我們現在追蹤完之後把文字加進去 我們先用文字來 那你看 盡量找我剛剛講的就是有這種平面的 你不一定說你要放在這裡 如果這裡找不到適合點 你可以放前面沒關係喔 這樣了解嗎 不一定要放在那裡 就是假設我在這邊我們就按滑鼠的右鍵 有沒有產生文字跟攝影機 這時候你就注意一下 左手邊就會產生喔 按下去 有沒有一個文字跑出來 然後呢你看左手圖層裡面 有沒有一台攝影機 一個文字圖層 那文字的部分呢 你當然可以改喔 所以用文字工具點到它 你可以來這邊改掉 有沒有改掉它的內容 比如說我們現在 它現在雖然是躺平的沒關係 你可以打中文 哇好醜喔 中文 這個字好醜 好我們用 好這樣子好了 OK那你這樣打完了 可是有一個問題啊 它是躺平的啊 對不對 可不可以這樣站起來 可不可以改變它的大小 都可以 好那我們現在呢 這個地方 我先從文字大小來改變 現在是36 它的縮小一點 反正文字是嘛 像亮的嘛 放大縮小不失真 第一個 大小可以改變 第二個 有沒有發現上面有個旋轉 你可以用這個旋轉工具 也可以用我們 塗層裡面的這個 這個 變形 可不可以選擇 SYZ 對不對 orientation 也可以從這邊 如果你要從這裡 我就從這裡 有沒有這樣 站起來 對不對 好 好那再讓它轉過來 還是歪走 轉過來 好再上來一點點 上來一點點 就跟它有關係囉 對吧 上來一點點 你就轉到你覺得正的角度 當然不一定要擺正啊 看你 好 覺得這樣還是太大 你也可以從這裡 這裡 Scale 我把它縮小一點 這樣也是OK 有沒有 你用這樣縮小 不要去改變文字的大小 也是可以 我就把它縮小一點 好縮好之後呢 我就往後退囉 我就可以用移動工具 好 我把它退退退 逆軸對不對 越退越退 有沒有 越來越退到後面去 退到後面去 退到後面去 我就擺到後面的桌子上 也可以 我就讓它 逆軸往後退 往後退 好 這邊 用到這裡了 那如果你要擺在桌子上 我就盡量把 歪走 就擺在 擺下來 還是你要擺在地上也可以啊 隨便 我們剛剛 借重前面的這個 最重要就是什麼 我去借重它 追蹤出來的這些點 那 我們待會呢 你看喔 拉動時間軸 你有沒有發現 文字已經停在那裡了 這樣有感覺了吧 這樣了解了齁 就是像這樣 所以你要放在這個地上 要放在這邊 都沒有關係 那 等一下 我們只要試著 把它加上什麼 影子就好 把它加上影子 那影子有分兩種 有 人工的 跟真正的 人工的 一般來說 如果各位對這個工具 不太熟悉 人工的比較簡單 就再多一層就好 這樣了解嗎 好 再多一層就好 這個我等一下再講 好 反正我們先把 你要的文字先放上去 當然你要放圖片 要放其他的也可以 好 OK 就給你先試看看囉 謝謝 謝謝